健身气功一斤精的第十试为 卧虎扑石试 卧虎扑石试模仿猛虎扑石的动作 重点在于对人体脊柱的锻炼 习练者要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 该试动作的手行为虎爪 具体为虎口称圆 第一二指关节 弯曲内扣 卧虎扑石试通过躯干的涌动 带动双手前扑绕环 抬头瞪目 可锻炼韧脉 长期洗练可以调和人体气血 同时改善腰腿的活动功能 好 下面呢 我们讲一下就是健身气功一斤精 第十试卧虎扑石试 那么这个呢又是呃跟老虎沾上边了 凡是谈到虎的问题 而且呢就是谈到虎的问题 基本上大家先要考虑的是肺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卧虎扑石呢就是他先一个动作是往前扑 往前扑这个动作 然后呢 在主地这个是像什么就有点像老虎下山这个气势 那么我们比如说要买这个虎的关于虎的这个画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要清楚 那么所有虎啊 就是上山虎他就不太厉害 而下山虎都是很凶的这么一个像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废气的这个速降的功能 就像老虎一样 这个下山这个去世 那么扑石也是这样 他有一个往前扑的动作 这个呢也是在先前 就是先要让废气降下来 然后呢 当你蹲在地上 就是整个的这个煮两手变成虎爪 这样煮在地上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要把钱要把这个头要抬起来 头抬起来 那么先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只要涉及到抬头这个动作 抬下巴科这个动作 都是意味着什么呢 都是要在撑拉刃脉 撑拉刃脉 那么先头我们说过 刃脉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主人一身之阴血 也就是阴血啊 刃脉主人一身之阴血 同时这个刃字呢 还跟刃身那个刃字呢 也是有相同的 就是也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她的呃就是女人在很大的程度上 她的一生都靠的是血的这种滋养 所谓血的滋养是什么呢 比如说青春期来月经是血的这个作用 就是跟血有关 然后怀孕期 当你怀孕的时候 任何一个小孩 他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腹筋和母血 所以呢 母亲的血要足的话 那么呃养这个胎儿的这个就是就会养的很好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妇女怀孕了以后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怀孕头三个月的时候 有很多的妇女发现就是胚胎不发育 就那个胚牙啊 她不发育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跟女人的这个血不足以及阳气不足都是相关的 那么呢 在这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 女人的一生当中 所以这个血的作用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这个 比如说 她又是跟韧脉 韧脉呢 实际上她虽然说起于会因 实际上就起于抛中 也就是子宫那个地方 那些地方就称之为夏丹田 所以呢 你要是锻炼你的韧脉 实际上就锻炼了你的整个的这个血的功能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动作当中呢 后面是锻炼脊柱 前面只要这个头抬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锻炼你的韧脉 健身气功一斤精致 卧虎铺石室 右脚内扣45度 左脚收钉字腹 夸脚通时身体左转90度 两拳提到腰部 手指绷紧 做五爪状 双手向下画虎 充满弹性的环绕一圈 然后下按 食指着地 右腿屈膝 脚趾抓地 这个动作的关键 是用躯干的涌动 带动双手绕丸 体会从胸到腰 逐节屈身 踏腰 挺胸 抬头 瞪目 动作烧停 右侍动作与左侍动作相同 只是方向相反 那么卧虎扑石呢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撑拉韧脉的问题 韧脉呢 也是主人一身之阴血 其实血呢 还跟一个脏气是非常密切关系 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就是跟胃 胃是生气生血之所 那么呢 就说你如果只撑拉韧脉的话 你也不见得能把这个血扬起来 所以在卧虎扑石这个动作当中 他还有一个动作的要点 就是你这个在你半蹲的时候 你这个后腿是整个的是往后面 就是胯是一定要往下压一下的 胯一往下一压 我们说这个胯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主脾 就是主脾的 就是脾要有病 就是在这胯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胯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当你这个腿 后腿这么一伸直的话 伸直 然后压胯 后腿伸直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动作是锻炼了哪条经脉呢 是锻炼了胃经 到了腿上 大家就记住 胃经是在腿上的分界线是在哪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中间的这个酷线的外侧 酷线的外侧 就是大腿的整个 甚至可以说大腿的整个上缘 以及小腿的颈骨的外侧 这一部分通通是胃经所主 所以要想锻炼胃经 有很多的方法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握虎扑石的方法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当你的后腿崩直的时候 就往后崩的那种力度 你会感觉你的大腿的前侧会有一种压力感 然后这就相当于锻炼了胃气胃经 那么锻炼了胃经 同样也是锻炼了血 所以握虎扑石这个动作 他对血的这个人体气血的这个血的锻炼 是有是非常有效的 同时他后面有那个脊柱的蠕动 那么这个脊柱的蠕动呢 就锻炼了人体之气 所以握虎扑石这个动作 就是前面练血后面练气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握虎扑石式是健身气功一斤筋的第十式动作 该动作一做以有为一次 习练者可循环往复多次练习 握虎扑石式的动作要点是 要做出胸椎和腰椎的波浪式运动 突出脊椎的涌动 老年人做该式动作时 下岸不一定着地 到膝盖附近即可 握虎扑石式通过前扑 后仰腰腹的伸展 可以活动关节 调理全身经络 同时也有强健腰腿的功效 近身气功一斤筋的十一式为打工式 打工式主要是通过身体前后卷曲脊柱的运动 来锻炼身体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其实有一定难度 做打工式动作时 要先低头 然后再使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达到节节拔身的效果 长期洗练该式动作 可以使人体肚脉通畅 改善腰背及下肢的活动功能 对患有颈椎 腰肩盘突出等疾病的人群 具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打工式对我们身体的锻炼要求其实挺高的 这个要求高是在哪呢 首先大家要记住 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叫做明天骨 就是用劳工穴压住耳门 用劳工穴这压住耳门 然后同时呢 用这个手臂四个手指 然后在后面呃 就是敲打这个枕骨 敲打枕骨啊 就是食指和中指 然后敲打枕骨 这个呢 是古代非常传统的一个锻炼方法 这个叫做明天骨 因为我们这个后脑勺啊 就叫做后 头头骨就称之为天 就是头嘛 在人之上嘛 就为天 然后呢 后脑勺呢 就是像一个骨一样 所以呢 你敲打这个天骨呢 实际上对清理脑目啊 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呢 当你这么明天骨完了以后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 在下面这个动作 就比较难了 就是要让自己的脊柱 一节一节一节的弯曲下去 一节一节的弯曲下去 就是你一直抱着头 然后弯下去 这个是非常锻炼脊柱 就是一节一节下去 然后再慢慢慢慢 一节一节的升起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不能着急 一定要慢慢的感受 自己的那个脊柱骨 一节一节的弯曲 就是一节一节的弯曲 然后再一节一节的起来 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动作是非常锻炼脊柱的 比如说有一个疾病 可以说是典型的脊柱病 就叫做强制性脊柱炎 像这个病呢 你像凡事 大家可以去看书啊 凡事治疗强制性脊柱炎的书籍里边 基本上他会推荐给你一个功法 就是一定要练习一筋经 因为一筋经 他一方面是称筋拔骨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里边的核心 你要拔骨 这个骨要把一节一节的拔起来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脊柱的问题 所以他的核心要点是要锻炼脊柱 健身气功一筋经之 打攻势 右脚内扣 左脚收回 双臂外展 曲肘掩耳 食指相通后 伏按枕部 用两手食指弹拨中指 击打枕部七次 这个动作又叫明天鼓 目视前下方 从头颈 胸 腰 底 缓慢向下 竹节牵引两膝伸直 目视脚尖 再由底 腰 胸 颈 头 自下而上 竹节伸直 那么在这个打攻势里边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两个腿后面是不可以弯曲的 一定是绷直的 当你慢慢的一节一节下去 身体 腰以上 慢慢下去的时候 实际上你后面这个绷直感会非常的强烈 这个强烈的绷直感恰恰是锻炼了哪条筋脉呢 就是膀胱筋 对膀胱筋的锻炼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膀胱筋在人体的后背 它分别是有两条 可以说我们的后背 除了脊柱正中线 正中线两边 一共有两条膀胱筋 到了腿上又成为一条是沿着腿的后部的正中线下去的 那么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人老腿先老的问题 先前我就说嘛 人老人的老是从小一点一点的从腿那 然后慢慢老起来的 那么尤其我们的小腿肚子 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 你的小腿肚子会变得很僵硬 然后上面可能还会出现了筋结 这都是膀胱筋不通的一个项 所以要想锻炼膀胱筋 要想就是经常有人会说 像健身器功 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 所谓延缓衰老是什么 它是通过什么来延缓的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锻炼人体的经脉 比如说膀胱筋 如果你膀胱筋 筋气很足的话 你的腿 当你这么弯曲下去的时候 后面也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剧痛的感觉 那么说明你经脉还是柔韧的 当你出现了一个很 就是感觉很拉 平常到平常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你小腿肚 经常的发紧发皱 这种感觉的时候 其实呢 已经开始慢慢的步入老年了 所以呢 就是锻炼打工事 可以是这样 就是说既锻炼我们的膀胱筋 同时呢 呃上面这个就是明天骨 其实呢 从某种意义上 它就只要涉及到耳朵的问题 它也有养肾的作用 然后呢 同时又锻炼你的脊柱 一节一节的弯曲 锻炼脊柱的灵活性 在所有的功法里边 就是呃 健身气功的所有功法里边 可以说最锻炼脊柱的 应该是这个动作 以及我们马上就要讲的第十二式 这两个动作是锻炼脊柱 最有效的方法 打工事 是健身气功一筋筋的第十一式动作 这个动作 一般可以重复三遍 打工的幅度 一遍比一遍深 直到自身条件的极限 动作不能太快 双腿不能弯曲 整个动作过程 要保持体松心静 打工事的动作要领时 先低头 用头牵动整个脊椎 逐节卷曲 起来时 则要以腰发力 体会逐渐向上的伸展 老年人洗脸该是动作时 不必追求下弯的幅度 关键是要体会逐渐伸躯和拔伸的感觉 打工事 通过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 逐节牵引屈伸 可以充分锻炼脊 强身健体 健身气功一斤经的第十二试为 吊尾式 吊尾式动作的重点在于 通过体前驱 以及抬头 吊尾的左右驱身运动 可使 任督二脉 及全身气脉 得以调和 使人体感觉舒适 放松 长期席练吊尾式 可以增强腰部和下肢力量 对颈椎疾病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那么呢 我们讲 健身气功一斤经 最后一试 吊尾式 那么吊尾式呢 这一说到尾 肯定就是跟尾巴骨会有关 那么也就是跟尾吕 所谓尾吕和尾巴骨 这个地方呢 它是什么地方 就是也就是整个这个都脉 或者是整个脊柱的最下源 这个地方 那么呢 这个地方就叫做尾吕 就是我所谓吕呢 是大海所归之处啊 就是精髓 其实也是从那开始升起的 所以呢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它是呃 非常强调锻炼脊柱的 那么这个动作呢 是要身体慢慢的先下压 那么在传统就是在呃 传统的练习方法里边 是一定要能够腿要绷直的情况下 两手的下压是一定要阻地的 但是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其实由于练功练的很晚啊 或者是怎么样呢 身体有过损伤的话 就不一定要按在地上 只要你尽力了就可以了 那么当你这个下压完了以后 一定要有一个塌腰的动作 塌腰的动作 其实这也是在锻炼脊柱啊 那么他要动作以后 然后抬抬头 你看这个动作的核心点 非常的了不起啊 就是后面是锻炼脊柱 前面又只要一抬头 往上看 前看 那么他又是在撑拉韧脉 那么呢 到这一步 不是跟卧虎扑式就有点像了 就是哎 后面这个腰是他的 然后前面撑拉韧脉 但吊尾式的核心点不在这儿 吊尾式的核心点就是当你这样以后 然后还要慢慢的转头 转头的同时 你的围铝也是同方向转 这个动作核心起来 就是你的头 你的眼睛最起码有一种态势 一定要去找这个围铝靴 一定要找这个围铝 就是你要形成这么一个态势 看得见看不见无所谓 但是你的意念 就是你的心里想的你要看的东西 就是围铝 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是你的头 这是围铝的话 你整个有一个弯曲 就是前后都弯 这样呢 就会使我们的脊柱整个的有一个弯曲度 先是左转 然后再右转 右转的同时呢 你这个围铝也是右转 然后头也是右转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这个动作的核心点 是让脊柱的左右弯曲 同时呢 大家记住啊 这个要点是在哪 腿是不可以弯的 所以这个动作做起来很费力 同时呢 要说锻炼身体 它真是一个强度很大的一个锻炼身体的方法 进身气功一斤精致 钓尾式 两手猛然拔离双耳 自然前伸 十指交叉相握 须肘翻掌前身 再须肘 交叉手 缓缓下按 身体前须 趴腰 头向侧 头向侧后转 臀向前凑 用肩去找宽 目视为吕 注意头与臀相向运动 交叉手下按不动 放松 完缘 那么这个锻炼的方法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就是说先前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脊柱对人体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说它的用西医来讲它的神经元全在它的两侧 所以它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先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而人体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直立过程实际上是对人体的伤害是蛮大的 因为你会你的人体从趴着的状态然后形成直立的状态本身就会造成脊柱的压迫 那么如果你天天站着或你天天坐着可能对你这脊柱都是使得脊柱得不到充分锻炼的一个方法 平常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由于我们的生活的姿势有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猛烈的撞击呀 什么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脊柱的这个错位 那么这个脊柱错位呢比如说如果胸椎要错位的话 你就会形成什么呢就会形成胸闷气短这些像 那么如果腰椎错位呢你就会形成比如腰部的一些积患 像什么就是腰痛啊就腰椎间盘突出啊都是跟这个腰椎是有关的 那么其实呢在从一斤斤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要试图的改变就是由于人体直立造成了脊柱压迫 然后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修正和让脊柱呢 他的那种柔韧度以及他那个错伤会归位的这么一个就是你要通过锻炼来解决的问题 因为通过锻炼来解决脊柱的创伤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你每天坚持锻炼的话你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使他那个错位的地方被震过来的地方就能够才能够固定下来 所以锻炼是固定脊柱的这个正确位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一斤斤里边你看后三式 卧虎扑石式 打工式和吊尾式都试图在解决我们脊柱挫伤的问题以及脊柱的保养问题 吊尾式是健身器工一斤斤的第十二式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练习者在做该式动作时不能为了达到触地的目的而屈膝 练习初期如席练者身体不能挨地 可以先异想自己触地再循序渐进的练习下探幅度 另外在做吊尾式时不要为了看维履而向后甩臂甚至扭转上半身 到了一斤斤十二式我们可以说把这个一斤斤十二式很粗略的给大家讲解了一番 那么呢练习练一斤斤呢可以说从很多的角度 比如说青龙探掌室他会解决我们肝的就是肝气被憋的问题 以及如何锻炼代脉的问题 像呢那个出那个出爪量赤室呢会锻炼我们的心肺 然后委托现处室呢有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肩背和心胸都有所锻炼 所以说呢一斤斤他最终要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锻炼达到一斤所谓一斤改变斤斤那是什么呢 改变筋的那个使筋的那个僵硬状态变成非常的有弹性非常柔韧 然后最终要改变骨就是实际上改变骨是什么 改变骨就相当于我们后三世所谈到的问题 比如脊柱的问题就是让脊柱之间的那个气机越来越强 就是一点点的洋气啊能够充足的把这个气机一点点拱上来 所以我们就会人变得年轻并且挺拔 所以呢这就是一斤斤的给我们的生活 其实能带来很大的益处和帮助